啊,我来参加活动了 这边上一次解封的时候 我带回来一只黑羽毛 所以这一次解封 我给他带回来一个小伙伴 非洲刀鱼 虽说没解封的时候 也可以从店里面订 不过感觉还是去店里 亲自挑选比较靠谱 因为家里的黑羽毛 已经从一个食指那么长 长到了现在这个长度 所以感觉还是要挑一个 体型大一点的非洲刀鱼陪他 其实如果他平时躲避的地方 没有被蓝眼占掉的话 我还真没想过 给他再找一个伴 不过蓝眼也挺惨的 在异形缸里就没坐上老大的地位 来到这边的龟缸 又被女王揍了 每天就委委屈屈的 躲在绿水器下面 感觉女王还会长 看着肥肥的肚子 都说非洲刀鱼 其实也挺害羞的 不过我倒一点没看出来 跟着黑羽毛混了两天之后 就成天跟在圆袄屁股后面 在缸里转来转去的 现在异形缸相对的稳定了 不过这个小家伙 也是过来调理的 正好碰到了我们家钻纹 再晒背 拍一下 这个家伙白天不晒 晚上晒 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既然已经解除居家令了 所以顺便就去了另外一家店 只可惜他家大体型的 非洲网球虾卖掉了 就拿了一只小体型的回来 希望他可以在异形缸里 好好吃饭快点长大 异形缸里面 大体型的鱼总是打架 不过像六百这种小体型的 还是待得蛮安逸的 看一下异形缸里 现在的霸主 虽然体型没有蓝眼大 不过毕竟是野生品种 打架那完全不在话下呀 哎 就好心塞呀 本来以为养着异形鱼 可以清理缸壁 结果 这玻璃缸壁上 全是脏东西 我猜 这次材料 través的 我猜 我猜 我 seating 让你 然后 depart